副總統官邸大門敞開 四輛奧迪A8L從中餘貫而出 520就是大點之天 維安立即到位 這些剛落地的全新座下 未來將伴隨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四年 現在畫面上可以看到賴副總統的車隊 暢通無阻抵達總統副總計 此次官單位特別為了新任期的正負元首 花費3300萬元 採購了共計9輛的奧迪A8L 其中5輛將配寄給總統蔡英文 另外4輛則屬於副總統賴清德 而兩人的代號也因應出爐 安全編組上總統蔡英文的代號 永和警衛士團隊將繼續沿用 而副總統賴清德則是以出身地 萬里作為代號 其中統領60位特勤人員的警衛士主任 將由昔日的警衛組長 謝敬華上校出任 緊隨賴清德身邊注意四周狀況 謝敬華不僅外與流利武術高超 還具有國際保鏢執照 更曾派置黑水公司訓練 負責為美國政府企業提供軍事安慰護衛 甚至提供可執行軍事作戰的傭兵 520星期下 維安也得新變局 請問我們上場一句 A3小小的台報道